來到農曆九月,伴隨著初一在天平座二十四度發生的新月 不知道對各位運勢上會有什麼整體的影響呢? 不過先在這裡做一個普通的提示 10月底Halloween那一天的氣場 宇宙的池場的升級非常差 很危險和容易出意外 希望大家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玩 尤其是巨蟹座的朋友 同時在這裡做個宣布 如果有追開我升運的朋友 追了很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很久以前是曾經有些計分制 是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一點熱烈的反應 現在開始會重新用這個系統 就是看每一期升運大家給的一些留言、讚、分享 哪個反應是最熱烈的呢? 下期就會先出 詳情麻煩看每一個升運的文字 下期就會教訓大家是怎樣去計分的 這個計分體反應 在今期就是尤其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在農曆十月那期升運 我會暫停一下 但是今期最高分 即是反應最高分的三個星座 那我在農曆十月都是會破一破例 是出頭三個最高分的星座運勢的 而我自己都有一些私心 我是非常之希望巨蟹座和摩蝦座 香港人也叫山羊座 起碼這兩個星座會勝出 因為這兩個星座去到農曆十月的運勢 簡直是板板聲 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去報家音 去分享一些喜訊 究竟這兩個星座是怎樣的 這個時候就肯請大家不要在這裡生怒我 怨我 為什麼要取消農曆十月的升運 因為有一些更大的甜頭等著大家 就是塔尖暖南 繼上一輪的免費二尖之後 現在就是再預歸來強勢回歸 在這個動蕩的時勢 再為大家做一些免費的占卜算命去看前程 所以為了減散的工作量 就不得不取消一期的升運 有關這個免費二尖的詳情 會陸續有來 就肯請大家密切留意 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水平座的朋友 一直以來很多的勤力付出 會令到你們都很累 尤其是身邊有些人都會批評一下你們 就會令到你們對很多生活的熱情 都會慢慢喪失了 一些興趣 甚至是你們的健康 一些尊嚴 這個自信都會受到很多的衝擊 不過放心 接下來的農曆九月 這些事情會扭轉 你們會有更多的work life balance 還有你們會有更多的自愛和自信 尤其是在這個自愛和自信方面 非常漂亮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看到水平座的朋友 你們接下來都很願意去花錢 去哄自己開心 所以總之中融之讀 只需要注意不要說是瘋狂購買 瘋狂消費 甚至是瘀酒 只需要避免這些問題 同時去哄自己開心 其實是非常之可以接受的 對於香港的朋友來說 如果你們想是移民的話 就趁這個農曆九月去做 或者如果你們接觸一些香港以外的事務 即一些海外國際事務 都是非常之無往而不利的 不過這些事情就會比較容易打擾到你們的休息 你們的睡眠質素 那我當可能是一些 即是時差 我當可能你們會談一些 國際事務 但你要避免別人的時差 就搞到自己無法睡眠 這樣 最後呢 你們要非常之小心 這個農曆九月 有些人會重頭回來 是走來傷害你們的 是甚麼的人呢 可能是你們的前輩 還有這個不一定是你們的ex boyfriend girlfriend 甚至可能是你們的ex SP 即是一些舊的性伴侶 或者一些人 你們以前是跟他們有些非常之親密 或者是一些不太見得光 甚至有些少少危險的關係的人 總之這些人呢 就希望他們農曆九月不會回來搞你們 可能真的一個不故意走回來 有些甚麼東西在那裏索你們 或者在那裏煩你們 在那裏找你們報復 這個農曆九月都是要非常之小心的 就請你們好好保護自己來近的私隱 和人身安全